好 讲到人际关系呢 我们就要重点说一说关于沟通的问题 那本节呢 我们重点讲讲沟通的基本模型 那么我们讲沟通有哪些含义 沟通的基本模型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沟通呢 简而言之沟通就是信息交流 是由信息发出者到信息接收者 接收理解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是沟通 我们画张图就是信息的沟通的基本模型 大家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模型了 大家看到沟通往往是由信息的发出者 和信息的接收者这两个主体 当然了特殊情况下 信息的发出者和信息的接收者是一个人 那这时候呢 这就叫做自我沟通 大家想想是不是 我和自己和自己说话 当然通常是与心灵的对话 那一般意义而言呢 发出者和接收者是两个人 或者是两类主体 那么信息的发出者 要把自己要发出的这个信息 通过编码这种形式 经过传播渠道 传递给信息的接收者 信息的接收者 接到这些信息要进行解码 这就是发出者到接收者这样一个过程 记得这样一个过程可不是沟通 只是沟通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信息的接收者能不能解码 可能还是问题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干扰编码的过程 也会干扰传播的过程 还会干扰解码的过程 而信息的接收者呢 接收到这个信息以后 会有一定的反应 这个反应对于信息的发出者来说 就是一个重要的反馈 信息的发出者只有 很好的解读了这个反馈 围绕这个反馈 看信息的接收者 是不是真的接收到了 理解到这个信息 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这才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说对牛弹琴 那我们说就是 信息的发出者是人 信息的接收者是头牛 那么这位信息的发出者呢 想跟牛进行沟通 他用了什么形式进行的编码啊 OK 他用的是琴声进行的编码 经过传播传到牛那 请问琴声牛能够解码吗 很遗憾 牛无法解码琴声 所以牛的反应是继续吃草 没有搭理这个弹琴的人 这个弹琴的人呢 就从牛那里得到了一个反馈 说牛没搭理我 说明我跟牛的沟通是失败的 大家想一想 对牛弹琴 是牛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主观上主要是人的问题 因为你想和牛沟通 应该用牛可以解读 可以解码的语言来进行沟通 但好在什么呀 这位信息的发出者 密切的关注了牛的反应 从牛那里取得了反馈 发现我和牛的沟通 是失败的 所以这也很好 所以如果他发现失败了 他想和牛继续沟通了 就应该用牛可以解码的语言 来和牛进行沟通 这样就达到了沟通的目的 所以这就是沟通的基本模型 所以我们讲人与人之间 人际之间的不理解 矛盾冲突 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沟通不畅 造成的呀 对呀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发生了沟通的障碍 或者说对一个问题的理解 大家理解的不一致 产生了冲突 往往往往 我们人际关系的各种冲突 各种矛盾 其实都和沟通有关系 所以改善人际 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呀 要改善我们的沟通 就需要我们什么呀 尊重什么呀 发信者和接收者之间的 什么呀 各自的特征 考虑我们叫价值观念也好 文化背景也好 技术术语也好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什么呀 闭环 这是个闭环吧 大家看到 不断的闭环 不断的寻求反馈 不断的持续改进 改进我们的沟通的效果 这是沟通的基本模型 所以围绕这个沟通的基本模型 大家就可以想了 我要改善我的沟通 是不是可以从这么几个维度来提高啊 第一 我更好的编码 第二 改善沟通的渠道 第三什么呀 接收者更容易理解 更容易更好的编码 更好的解码形式 第四什么呀 密切的关注反馈 持续的改进 第五是持续的改进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什么呀 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沟通 沟通是无比重要的 松下星之柱就说过一句话 管理既沟通 管理就是沟通 亲爱的朋友 无论花多大的力气 都要什么呀 把沟通改善上去 这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 谢谢